跟所有的朋友 還有我最親愛的家人 一路走來 因為有你們 現在我先宣布 這一屆我又當選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這一路走來 尤其這兩個選擇 真的是跟過去非常不一樣 因為遭受到非常多的惡意跟謊言 這一路走來 跟過去比起來真的是特別的艱辛 可是也因為有這樣子的痛擊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 所有的好朋友還有家人 全部都更凝聚在一起 看到有很多很多人站出來 來幫我最大的溫暖和支持 不管是我們的廟頭開獎 不管是土木草街 那就是我們家家祝福的拜訪 都看到很多很多馬文君的分身 你替我任何一個角落在那邊走 在那邊拜託 也有很多人 厚厚的為我祈禱 為我祈福 為我祝願 所以今天可以順勢來動選 真的要感謝感謝 很多很多的人 尤其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鄉親 因為雖然經過這麼困難的衝擊 但是我們都沒有鄉親 也是選擇 鄉親也沒有本 讓我可以再次順利當選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們台灣目前我們的處境 今天也是比較困難 我們在地遠政治上面 也會面臨到更大的風險 也因為這邊淺見受到大家的重視 我相信未來我們國家的安全 也會頂到更大的關注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好的過程 除了感謝以外 我也在這裡 謝謝所有的鄉親 選擇信任文君 也把責任再次託付給我 我一定會更加用心 更加努力 未來在我們的立法院 可能有更不一樣的政治生態 甚至全部都沒有過半 這是有可能 不過要怎麼在這裡的生態環境裡面 讓我們在很多的法案 政策 還有國家的安全上面 做更多的努力 這也是未來最大的目標 我們就加希望 台灣是我們大家下 希望我們身內的政府 我們所有要進行立法院 我們這些委員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人民更好 更安全 更安定 更無憂 我們希望我們的台灣社會 可以更多榮選 更多貨海 讓我們台灣更好 人民更好 這是我們新政府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大家 再次選擇好文件 我們想來周圍人的喜光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